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访华第三天的重点行程 就是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敦马在论坛演讲中赞扬一带一路的主义 协助亚洲大陆创造财富 带动区域发展 那这也间接认同了 我国政府再度启动马中合作的 东海岸铁路项目和大马城 有助于活络我国经济脉络 提升发展活力 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 与会国来自五湖四海 包括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智利 利比亚 埃及 还有马来西亚 首相在演讲中表达了我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 是的, the Belt and Road idea is a great idea 马哈迪医生也说 在发展的同时 沿海国家因为海运商贸增加 而面临的海水污染问题 不应该由沿海国家单独承担清理 这对贫穷的沿海国家并不公平 无论如何 首相认为利用火车接连东方和西方国家 以及经过科技改善的海路交通方式 将大大提升商贸和旅游机会 促进全球财富 达到共富共荣的目的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押忍 押忍 押忍